24号上午,关山派出所所长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公园的石椅上 察觉有意,主动上前关心 发现男子眼神失焦,无法言语,并有记忆力丧失的情况 便带回警局,全程只能用纸笔英文沟通 当时我因为下了班以后,他返回宿舍 然后在宿舍附近小公园,有发现他躺在石椅上 那躺在石椅上我就把他叫醒 因为这时候,这边附近有一些黑文 然后我想,他为什么会躺在那边呢 然后他起来之后一脸茫然 那我就跟他沟通,可是他有点听不懂 他听不懂情形之下,他拿出纸条 他就写英文,他说他不能记忆 然后我就问他,你从哪里来 那他也说他记不起来了 在进来拍手之后呢 我就请同仁提供饮食,然后饮水 然后先暂时给他休息 然后我们接续的动作就是跟他做一些身份的查证 他的神情到比较木讷 眼神也比较呆滞 然后跟他沟通,他一直会摇头 经台东县警警大队以及移民署台东专情队资料比对后 仍未找出该名男子身份 25号将男子转往县府社会处救助科协助安置 社会处替代役在男子的随身碟找到相关资料后 证明他就是23号凌晨失踪 校方报警寻人的马来西亚乔生留性学生 他有印象被,有被人家被打 问他知道家人是谁 他说他完全没有这个家人的记忆 所以一看到他有软弱的新闻 他马上就把小辈子出来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很渴望知道自己的一些资料 在这段时间就是警察一直问他 你怎么会失踪 你这段时间到底在哪里 但是只要他碰到这样的问题 他的头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会感觉到很混乱 而且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起来 他消失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带他到屏东跟他的老师在那里会合 因为我们老师从云林 先从云林那里过来云东 那他们就是到处会在云东会合 把人先把人先就是交给他老师好好的看 26号早上 留性学生已由移民署台东专情队 开车送往屏东和云科大师长会合 结束这几天的流浪 东台新闻的综合报导